我 那我覺得說 我要靠我自己的一技之長 我要靠我這條路 我要去替我們台灣喊聲 啊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可是起碼我可以去喊 喊 喊 喊出來 中華民族海軍隊出現 操作環璧 把那個發洩出來 我做出來給你們看 我們就喊民族F了不起 謝謝大部的地區 謝謝麥莉莎 I love the Taiwan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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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的時候也沒有過 然後我就都一直留在隊上 然後我在留在隊上 我就看我的同弟就 一個一個出去這樣 首先 軍部隊前方的是由 陸 愛 頭 三軍刀關 呈現整齊刀把操演 然後我留在隊上的時候 我就只能操表演操 在操作過程中 左操演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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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在 九十 九十八年的時候 有一場 四月二十四號的 就是全運會 那是我第一場 正式上場的表演 結果上場的時候 那個特技有沒有 到那個中間的時候 特技最精彩的部分 十二元出去的時候 哇觀眾開始尖叫啊 然後 我們在做的時候 結果 我失誤了 我一個炫槍 然後 失手 槍托打到我鋼盔 鋼盔歪掉 然後 在當下的時候 我整個 因為我第一次表演 那很緊張 那很丟臉 那我還非常的慌 尤其是失誤的時候 我整個很慌 我沒有辦法 跟上原本的節奏 我整個 當下意識完全空 然後 然後我在看著那個 市館長 他在園方這樣 然後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 他站的地方很暗 然後我就看他的陰影這樣 我覺得他好像對我很失望 天啊 我後來哭完 操完這整場 對 所以我 對儀隊這個東西 是非常的 就是 很震撼的意思 我覺得儀隊算改變我 很大的 一個環境 第一次生情的時候 不過 我 我真的是 不過 第二次生情 不過 就是一直被退回來這樣 然後 是 是後來 有人剛好 有辦法知道說 光光那邊 那時候是 馮世寬 部長 他 那時候 有辦法知道說 怎麼去聯繫到 這一個長官 然後有稍微跟他 告訴一聲 那 馮長官他是 真的很支持 支持這件事情 那他就是真的 一聲下力 哇 懂 就真的 就過了 就完全過了 接下來 接下來由 海軍儀隊 蘇麒麟 為各位呈現 需要絕佳手感 在看不到對方的 嚴苛條件下 拋槍後船 請看操演 掌聲鼓勵 預賽 比完之後 決賽 因為其實 預賽我失誤了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不會進八強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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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心裡很 我覺得最對不起 是我的團員 對 因為他們這樣幫 這樣一路幫忙這樣 然後 我覺得沒有給他們 很好的交代這樣 不要說說 拜託如果有進決賽的話 如果真的預期好有進決賽 我一定要雪恥 我一定要真的 不要去在乎太多因素 我要把最好的呈現這樣子 然後 結果就是真的在 在公佈那個 你晉級名單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喊我的名字這樣 在幾年前 我們台灣 你看你遇到什麼跆拳道 跆拳道比賽 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被打壓 對不對 然後 比個棒球 你就來那邊擦國旗 然後等等你遇到 就是有的沒有的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要被矮化 那我們 就是 我就覺得我們中華民國 就是就在被矮化啊 Yeah 趴長官 中華民國韓軍隊出席 操作完畢 謝謝長官 那我是因為這樣被 被中共打壓 我就覺得 不滿意啊 那我覺得說 那我要靠 靠我自己的一致之上 我要靠我這條路 我要去 替我們台灣喊聲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可是起碼 我可以去喊 喊 喊出來 把那個 發洩出來 我做出來給你們看 我們中華民國 欸 了不起 對啊 你不要小看我 只是因為我們 被你們打壓 真的是 打壓到我們 沒有辦法再前進 可是其實我們 是很了不起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做完的時候 我就 哇 受不了了 感謝一個感謝我 我就算了 我就 啊 吼出來 我覺得那個內心怒吼 吼完就覺得好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對是我人生的第一個選擇 因為 做私的也是我爸爸跟我講 我打棒球也是我爸爸叫我去打棒球 早期我們台灣的儀隊 是中華民國人 國軍儀隊 什麼地方 他的槍 1903 1903 早期有人叫他三林步槍 我就那時候就成立一個超槍隊 就是一個表演的 那你會發現說 台灣根本沒有這個市場 他是真的可以拉的 他還是可以拉 好特別喔 我們就是鎖定去接開幕 開幕場 或者人家開店啊 幹嘛什麼 可是景氣不好啊 誰要一店都要開店 然後我們就是 接 一年 只接過 三四場而已吧 天啊 我一生積蓄都花光了 就是 就是 就是沒有 沒有方向啦 沒有收入這樣 啊 你的隊員就也一個一個 離開 因為沒辦法 就是工作嘛 還是限制這樣 就一個一個離開這樣 對 後來遇到困境 甚至 還到阿公 哪三百塊 喔 這件事情 是 病下症 當時啊 就是 講到這個就是很厲害的 因為 那時候有到窮途末路 窮途末路 有一次就是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自己去買這張紙 然後我就皮夾納出來 這樣看我剩多少錢 我倒出來我打開 我靠十三塊 天啊 我這樣倒出來 那剩十三塊的時候 我真的想說 我第一 算 第一開始閃過的念頭是 我靠 這可以買什麼東西 我這十三塊我可以買什麼 我可以買什麼 我可以買什麼去紙的 可是 在我當下 一直在看這十三塊的時候 我是看著看著看著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出來開始思考我自己 我到底在幹什麼 再一次 我痛 我阿公不會這樣突然來敲我的 然後我阿公就拿三百塊給我 他說 拿去啦 你還是要吃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阿公會知道這個 就是好像感應到吧 然後就拿去 然後他說 當下的時候 拿到的時候 我說好啦沒事啦 我就來裝沒事 然後就趕快關門這樣 崩潰大骨 我就在當下的時候 我真的是 真的是 一直 很 就是對 就是沒有辦法去 接受說 天啊 我還是 還是需要有人 家人去 幫助才發現 對 一對超槍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就是 又愛又恨 因為它讓我吃了不少苦 然後它也讓我成長 我覺得我們超槍不會輸給其他國家 你棒球可能會輸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超槍不太會 因為它技術吃太重了 說不定哪一天我們這個 這個超槍的運動真的成立了 企業認良了 搞不好世界跟上的時候 我們變成全世界最強的一個超槍的 對啊 就像可能籃球是美國吧 然後超槍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在這一ohn 看人家災 看人家災 看人家災